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一個線性規劃的問題 就是說,X跟Y的話滿足這兩個不等式 那我現在的話,把XY帶入這個函數的時候 那最大值是多少 好,那我們現在首先來求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這個不等式相當於是什麼呢? 是這個不等式,而且這個不等式 這兩個不等式的取交集就是它的範圍 那我們看X加Y小於等於3 X加Y等於3是哪一個直線? X加Y等於3是哪一條直線呢? 你就用那個結句式把3除過來 就是3嘛 這個呢,這個也是3 所以的話,這個是3的,這是2的 通過這個是0,3跟3,0這兩點 所以這條直線就是什麼? 就是X加Y等於3 好,那因為它要小於等於3嘛 你就帶什麼呢? 小於等於3的話,實際上是這一條直線的下面 或者你要怎麼驗證呢? 你就帶什麼呢? 帶這一條直線的這一邊或這一邊的點 那這一邊的點的話呢? 如果滿足這個不等式的話 那所有這一邊的什麼呢? 每一個點都是在這個不等式裡面 那我就帶0,0嘛 我把0,0帶進去的話 結果滿足這個不等式 也就是說齁 這個不等式齁 這個不等式它的結齁 就是說這一條直線的下面 那它到底齁 就這一個齁 就是說X加Y的話 它大於等於1 我那現在的話 先練它等於1 等於1 等於1就是這條直線 你節句是1 1嘛 那就把它畫下來 那它呢? 它是大於等於1嘛 大於等於1的話 你就把0,0帶進去 結果滿足嘛 所以的話 這一條直線的上面 就是它的結 也就是說齁 也就是說齁 這個不等式的話 就是這一條直線的下面 而且是這一條直線的上面 所以呢 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一個帶子 一個平行 平行帶子裡面的區域 就是呢 這個什麼呢? 這個不等式 那通道理的話齁 這個不等式的話 你就把這一條直線 就是2X加Y等於4 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的話齁 你就求它的結局4嘛 X結局是2嘛 Y結局是4嘛 就把它畫下來 就這條直線 那跟什麼? 跟這條直線 2X加Y等於互2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的話 你就把 互2除過來的話 互2除過來的話 它結局是互1嘛 結局互1 X結局互1 那Y結局互2 所以這條直線 那這兩條平行線齁 它甲的中間區域齁 就是它的那個 滿足這個不等式嘛 好 那同時呢 滿足這兩 滿足這兩條直線的下面是這個 齁 就是這個區域齁 這個區域齁 而且呢 滿足這兩條直線的區域 那麼它共同的部分齁 就是這個 靈形的部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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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可 可解形區齁 就是說 滿足這兩個 不等式的區域就在這裡 那我就把SY的話 代入這個區域齁 找它的什麼呢 找它的最大值 那你當然不可能一點一點代 那你要怎麼代呢 你就齁 你就什麼 因為這個是我們要求的函數值嘛 這個你就令它是等於C 當你固定一個C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條直線 它斜率的話多少呢 斜率是-3 負的 但是比什麼呢 這個斜率是-2 比什麼呢 比這一條要抖 我畫得不好 比它要抖嘛 然後你把什麼呢 你就往什麼呢 往X越來越大的地方移動 這個方向不要保持 保持不變的話 慢慢移動 那你又發現什麼呢 發現這一條直線齁 先碰到這一點 然後再碰到這一點 再來碰到這一點 最後碰到這一點 那你知道呢 X方向越來越大的話 函數值就越來越大 最晚碰到的 它函數值越大 最大 所以這一點的話 你把它帶進去的話 函數值是最大 好 那你如果呢 圖形這個可行解區的話 沒有辦法畫得很正確的話 那有個辦法 就是說 你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個焦點把它找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帶進去 把這個焦點找出來 一個帶進去 比較它的大小 最大那個就是了 為什麼 因為當你那個直線的話 慢慢移動的時候的話 它最早碰到的 一定是某一點 最晚碰到的也是某一點 所以你如果圖形畫不準 沒有辦法畫準確的話 你就把焦點 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以後 帶進去比較一下 最大的就是 最大的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最大的 最小的就是最小的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把這一點找出來 這一點的話 是什麼呢 是這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就是什麼呢 就是x加y 等於 跟什麼 跟那個 這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的話 是2x加y等於4 好 那我們求他的焦點 我把它減上去 減上去 減上去 x等於5 A等5帶進去以後 y等於多少 負1 移過來 負1-5 負1-5是負6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這個函數值有最大值 所以大m等於多少 最大值 就3乘以多少 3乘以5 減掉呢 加上負6 所以是多少 15-6 15-6就是9 所以答案是9 所以這一題 答案是9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 請問一下 1-5 3-5 3-5 4-5 請問一下 1-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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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5